大家好,我是追影,现在亲戚们的全荒零耳,凤云赛期加强满时空解说,这才是由平台俩的顶级玩家下载对战新格 后车一下跳别封空,K49还在转身旧弹,仍然被一个BC取消,升龙清雲 不给对手留下破绽,但是K49看能否冲出来吗,他的命运将会如何 后车跳C,中退别下,重手带套接BC,K49直接逆向,你想过并没有接上BC啊 这个策略上的失误,好机会也给浪费掉了,巴然重手带套,重手牵牵手直接捡起一个八正女 你太多机会失误,巴神怎么会给你太多机会 这一次抓住一个机会,直接狂炸一下 17连过后寻找机会跳C,一个小跳轻手,直接结束 让我们来到第二场比评,第二场来看新格的猴子 看猴子这一局,能不能拿下巴神,双方实力都是非常接近的 比分也非常接近,猴子一个超比下又怼了过去 哎呀,哎样子,打出一条30连 30连过后巴神,下中腿接BC,BC过去 看能不能拿出一个隐藏来呀,巴神秀一下 第一波先走一个,来看小跳C,轻手带套猴子 继续寻找机会,巴神继续向前疯跑 想低血翻盘,是不可能了 直接被一个转,转倒 这个疯狂的巴神终于被拿下 先我们来看,双方都是猴子 再次首先一个后车,下半轻腿接BC吗 没有接到后,再次一个反身位 哎,双方拼起了这个轻手,因为猴子的贴身压制 这个轻手还是很可,还是很好用的 来看,轻手带摸,下半两点,没有连上 反身位带套,对手仍然处于一个压制状态啊 哎,再次吼吼一下,星哥现在完全处于上风 看着处于上风的情况下,一鼓作气 接BC,BC过去并没有接超比杀 为什么总是接不上呢 来看,下载也开启了一个反攻 哎,双方选手,现在准处于一个精神紧张状态啊 因为这个时间也没有了 特别是瞎载,瞎载在最后的时间直接接上一个超比杀 哎,剩最后十分的时间,突然开启了一个翻盘模式 我们来看他直接后车,哎,不进攻了 哎呀,星哥也急了,直接出一个飞翔角 但是这招已经被瞎载给预测到 用一个飞翔角废掉他的飞翔角 下面来看星哥的金家帆 再到后车,我们来看 跳重腿一个直跳 双方开启了一个安全跳模式 猴子逆向,超比杀怼了过去 这一次谁也救不了星哥了 这个优势已经没有了 哎,轻手带摸,猴子偷逃 还剩一滴血 我们来看,一个香杀直接结束 大家先等一下关注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